诗词大会 诗词大会 对啊你不知道啊 那我得给你给他抱抱和脚啊 赶紧呢吧 我也去 诗词大会成语就容易灭了你 The next day 那早上是什么 新党语 看图书成语 对吧 这不七万 文字西五 文坚果 诶诶 买个坚果的成语 幼蓝果 不太难 不急 不是给我妈这回事吧 嗯 妈妈你干嘛呢 我这都回正门了吗 诶语 证证日上嘛 哎呀妈 我说成语不行 要不你做到菜让我理解习书含义 证证日上 那我就明白了 那你看着啊 这个字 要给车头的话小块 体现证证日上的传统菜 那避暑梅菜扣肉啊 那就从梅干菜开始 但是 我做的这点也不够啊 还是测试上买吧 哎呦 菜你也想吃啊 虽然北方人小时候没这菜 但是为了让儿子深刻理解 成语 怎么用生活体现 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我必须得认真对待啊 我可是超人妈妈 今天 我可是把早适的小油菜包园了 看看二七星能做出多少梅菜 洗完了是这么两大盆 做梅干菜的主要工学啊 就是蒸和晒 最后再和肉一起蒸 这道菜是不是太能体现蒸蒸日上了 并且梅菜扣肉还是中国传统流水系的一道经典菜 这不就象征每家每户都蒸蒸日上了吗 有了 还是你厉害 那你多做点啊 咱们也让每家每户都蒸蒸日上 呦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了 我这就传地祝福 行啊儿子 看我这梅干菜做完有多少吧 哎妈你这梅干菜做好了吗呀 还没呢 现在刚开始进入三蒸三晒 耶 你干嘛那么开心啊 没没没没 我说老妈你好厉害 耶 现在你看到传统美食的不易了吧 第一蒸晒后 第二蒸晒后 第三蒸晒后 就呈现出这种棕红色了 二十斤斤蔬菜 收获了这么多干菜 啊可以准备做扣肉了 这奇妙吃出在于 辛苦的把蔬菜抽干水分 再用水泡 目测有那些梅菜的量 我估摸着 够个七八份梅菜扣肉了吧 这铁锅买的太及时了 不然这么多肉 我得煮多少锅 特意让老板给我都切成了 差不多大小的方形 生火这技能 是超人妈妈必备素质 现在把超过水的方肉 抹个酱油料汁 再来个揉摸摸疗法 表皮晾干 再下个油锅 几秒钟就烫成这皱巴样了 晾凉之后切片不切断 虽然我这个刀有点炖 但一点也不影响我能切出漂亮的千层 刚才抹肉的酱油啊再调一下 把千层肉的每片都抹上酱油料汁 毕竟大白肉看着不太有食欲 满到碗里梅干菜还得炒一下 刚才成肉比的底油正好 正好就着把梅干菜炒吧 再塞到肉碗里塞紧点 压压实就可以进行最后一蒸了 哎儿子能帮我烧火吗 这个瓦像条 还是我来吧 哎你看这小猫别过来啊 毛都卷了 好了到时间了 哇热气腾腾 蒸蒸日上要上桌了 这个得扣过来吃 历史小一个月的梅菜扣肉 吃的可是感动 你看这金鸣剔头肥而不腻的 好值得感动 哎对你不是说 让梅家都蒸蒸日上吗 正好过节了 你去给他们添倒菜 哎呀我还没吃够呢 你再给我留着啊 儿子 现在你能理解 蒸蒸日上的含义了吧 那成羽杰龙还得往下接呀 方便呢 来来来我帮你找一个 鸡骨穿花啊 啊 贵 说啥了 绝肺飞好了吧 妈 电话 诶春歌 我这儿新冰果上市了 你看别扫得淋来的惊喜啊 早晚来带你去的好力了 妈 我们书记一下啊 好的好的 好好的 你还本来吧 你真的干嘛你 看啊这什么 啊 啊 妈 你说什么 拿去给我做个苹果说 就一个 家中两个直男 还真让人无语 你一个苹果能做啥 那就用苹果来做苹果 首先这个杆得留好了 然后再用果肉 切成丁来做苹果馅 众所周知 苹果氧化后很丑 柠檬汁就能完美解决了 它来晃点我 给它们多几几个 像比分子料理 今天做的这个苹果慕斯 应该算是家常简配吧 煮了五分钟的苹果 需要灌到一个 比苹果模具小点的 球形模具里 得保证它的大小 能塞到苹果模具里 剩下的一点苹果馅 打成苹果蓉 再把白巧牛奶 隔水融化 哦 还有细砂糖 搅拌均匀放吉林丁 再搅拌均匀放苹果蓉 再搅拌均匀 去打发淡奶油 打到七分发 把刚才的苹果蓉 倒进去混合 继续搅拌均匀 苹果慕斯部分 就算是搞定了 刚才动的苹果馅 两半扣在一起 才能动成球 那现在把苹果外衣 也做了吧 每次挖 葡萄糖酱都老费劲了 我家的测温枪丢了 所以煮五分钟离火 再隔水融化个白巧 韩式吉利丁 离火后再加水和炼乳 继续搅拌均匀 红色糖水混进来 又双什么什么搅拌均匀 再加香草精 和食用精粉搅拌均匀 零面的万一搞定 鲜也动好了 慕斯胡挤到苹果模具的一半 再把苹果馅塞进去 再挤满 再放冰箱冷冻到邦邦硬 就可以挂外衣了 为了上色均匀 我领了三次 冷却后寒差 画龙点睛的关键一步 有了赶的苹果 才是真的苹果 慕斯纯真的奶香 切开后淡淡的苹果清香 这才是一个苹果 最圆满的吃法 给你的 新款 哇塞 苹果下的苹果 妈咪也太有才了 真是不能吃 有一个苹果哪个呀 哦 小刘请客送的 就一个苹果还让她请客送 最近淘客全网请客 点击下方淘客APP 搜索老铁福利 天天万和免单 我们撒十亿红包 你看我这苹果 那能一样吗 我们可是自己采贷的 人家这是陈性直供 不比你那一个好 因为直供 所以超值 怎么样 冲哥 嫂子是不是有机游戏 过年必买的苹姓糖 苹姓糖复刻 有多难 把糖买糖去 买什么糖 那个什么季的苹姓糖 真是不会做 诶 不会 但是我想吃饱不够了 要不你们去买点 行 可以 走 你得带着手机 站着站着 苹姓糖 又是全网没配方的 所以玩这么酥脆 怎么做的呢 查了很多资料 大概有了个思路 应该是用糖 粘住馅 那方案有了 先把馅料整了 最经典自然是花生味 还有一种 坚果 黑芝麻 这些坚果类 得打成小颗粒 精细能干的事 我就不动手了 怎么成花生酱了 原来花生酱是这么做的 那就用搅拌机打颗粒吧 搞定 那馅料准备齐了 就开始 熬糖 说是白糖 鱼糖和奶 熬到135度 加花生酱搅拌匀 再加花生碎 白芝麻 芝麻粉 搅拌成团 压成形 然后趁热切成小块就行了 掰开看看 呃好像不太对 不对不对 硬了跟砖头一样 可我知道没那么简单 于是我找了酥心糖的工业流程 原来酥心糖真没那么简单 除了酥 里面有脆的糖 外边亮亮的是拉糖 所以馅料是芝麻粉 和糖搅拌匀再加热 哎呀 温度太高 糖就化了 就又变硬了 算是个糖不能化 那温度就不能超过90 翻炒热了不烫手 就加花生酱 搅拌到一压成团 一戳就散了状态 馅料总算是搞定了 那其余黑芝麻馅 银蓉馅 切好馅也就好弄了 馅料齐了 开始熬糖了 四个料是白糖 鱼糖和水 小火熬到不超140度 倒硅胶垫上 晾到不烫手就开始拉 拉到 颜色发白 有光泽 就行了 因为糖润却非常快 所以需要糖一灯的辅助 剪下一块 拉薄 放上馅料卷起来 再拉个四五折 哎 这不是龙虚酥吗 这糖的灵感就是来自它吧 赶紧抹成长方条 切成小块 啊 虎小被我研究出来了 不过 我这个这么没光泽 脆度也不太够 而且放在灯下的糖块 很快就反杀了 所以 这个拉糖应该是用爱酥糖吧 用指甲水 熬到175度 趁热拉 雨时间赛跑 这就不等凉了 能拿起来就赶紧拉 太烫了 烫到小时 就这样烫着拉 赶在凉之前 重复足够四十多才能拉出 哎呀 太烫了 有光泽又脆的糖 然后给它拉长 切成小段 用一段融一段就方便了 这手 大手套都烫红了 好在 不管怎么加热 一拉就又有光泽了 那正确做法 应该是先融一块 与馅料混合 糖中有馅 馅中有糖 再扯一块当皮 包裹住 整体拉长 然后迅速剪块 进入下一个车间整形 现在再对比 简直了 酥中带脆 绝了 给芝麻的 简直 毫无差别 口感 一模一样 非常香的 虽然用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看到成品 还是值了 看到这些 就感受到年味了 酥脆可口 香而不腻 最后全都包装起来 就能过年了 不过做了这么多 分享给小区里的孩子们去 好重 好重 妈妈 可以 买啥来着 十几个人刷头 不用买了 这次 那我要来 十几个 十几个 妈 怎么是你啊 你吃饭买哪去了 这是你做的 我尝一下 居然不是给换了个包 你们外面买的一模一样 你们每人说一句新链祝福语 我预训你们一人抓一把 公司发财 公司在区 别走的 我 我扔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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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